那接著呢我們來看下一個範例 那一樣我把這邊設定成我的資料夾 然後設定成我的檔案名稱 每一萬名只要OK就好 那接著我把檔案給載入 來看一下這些檔案長什麼樣 你們應該會有兩個 應該只有一個資料夾是WMV 應該WMV就可以使用了 那如果不能使用我們再看看 這是我當初拍了原始檔 那檔案很大 那用WMV應該就可以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檔案長怎麼樣 請問它發生什麼事 就是畫面一直望嘛對不對 這是同學們在拍影片的時候常常會遇到的問題 那這怎麼修呢 怎麼修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產生跟它一模一樣的大小 你看一下它的格式比較特殊 它的格式是960x540 然後是25格 有沒有 它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格式 就是 事實上裡面很方便 你只要把這邊 影片格式 去拉 到這裡來放開 它就會產生一個跟它一模一樣的大小 一模一樣的設定的一個 sequence 就是一個影軌 你也不用特別的設定 事實上這樣就好了 然後進來這邊之後 我們利用特效來去處理它 這個特效呢 事實上就是這個檔名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穩定 那這個特效也蠻簡單的 你幾乎不用設定它 把它丟進來丟給它 電腦會自動運算 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修完的感覺 然後這是原始的感覺 你以為每個影片都可以這樣修嗎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影片 一樣 我把它丟過來 這是修後的影片 很正常喔 好像沒什麼 還不錯吧 我們來看一下原始的影片長什麼樣 我們來看一下原始的影片長什麼樣 這是原始的影片 有看到它的差別了嗎 事實上是差很多的 然後再來看第三個 這是原始的影片長什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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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還沒修 你會看到畫面 你會看到畫面好像 輕輕緩緩的在移動 它大概只能修到這樣子而已 然後再看最後一個 那你看它有一點糊 那你看它有一點糊是因為它是 我們這邊是二分之一解析度而已 它輸出來就不會是有點糊了 它輸出來就不會是有點糊了 那這邊大概解釋一下喔 這些影片事實上 我都是用手機拍的 然後我為了要模擬你們 手晃的感覺 事實上其實我拍不太出來手晃的感覺 因為我找東西 我會習慣 我有牆我就靠牆 有東西可以靠我就靠東西 所以基本上 不太會有那種晃動的感覺 那為了要拍這一系列的影片 事實上我還蠻辛苦的 反正就用手在那邊晃這樣子 那這個是修以後的感覺 再看一次 所以你會看到 在Premier它修整後 它會有一個比較smooth的移動 比較平緩的移動 大概是這個樣子 但你不要以為什麼都可以修喔 你不要想說 哎Premier這麼厲害 以後幹嘛駕腳駕 就用Premier拍就好啦 那你就錯了 你就錯了 那這是我以前研究室的公仔喔 那這是 原始的感覺 然後這個是 修以後的感覺 所以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是修以後 一樣它會有緩緩的移動 但是 你可能沒有注意到一個地方 剛才之前的影片好像看起來都沒有問題 但是這個修以後 這個修以後的影片有一個大問題 喔 不講 不講你不仔細看 喔 我們來看一遍 你們看到這裡跟它跨的不一樣 你們看到它很不自然的移動 喔 好像滾影追追追 喔 喔 這樣懂嗎 喔 不是說影片都可以救的 所以說 如果我在拍攝這一系列影片 建議各位同學呢 你還是呢 用所謂的腳架來拍攝 喔 會比較穩 那有的時候 這個東西是救不起來的 喔 救不起來了 那救不起來怎麼辦 就只能重拍了 喔 這個只能幫你減少 一定量的程度而已 不是所有東西都可以去修以的 這樣可以嗎 喔 那這個也是很重要 各位同學請 要學會